年纪大了害怕脑萎缩和痴呆一样吗? 医生说实话,这四种药或可改善。 人老了,变化不止呈现在表面,就像我们皮肤长出皱纹,头发变白一样,我们的大脑也会发生萎缩。 研究发现,人到40岁开始,大脑就开始走明显的下坡路了。 50岁时,大脑细胞会减少20%,而等到达了70岁。 脑细胞会减少20%到30%,脑细胞的减少会导致脑组织发生形态上的缩小。 也就是萎缩,80岁老人的脑重量其实就比中年人减少6.6%到11%,脑萎缩虽然是个悲伤的事情,但是是每个人都逃不开的。 我们的大脑也会垂垂老矣,不过,医生提醒大家,不要将脑萎缩和老年痴呆混为一谈了。 脑萎缩和老年痴呆,两者真的一样吗? 一些老人在体检时会被告知发生脑萎缩。 许多老人都会很害怕,担心自己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其实这是两码事哟,脑萎缩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是一种体征,并不是疾病。 而老年痴呆就是一种以精神功能紊乱的疾病。 人脑大致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肩脑和脑干四个部分。 平时我们所说的脑萎缩一般指定是大脑萎缩。 正常情况下,我们大脑就像一个饱满的核桃人,但是萎缩后的大脑就像一个肝核桃人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CT和核磁等方式轻松看出来大脑萎缩后的样子。 所以脑萎缩就是一种生理现象,即我们的大脑发生衰老了。 不过,有些人可能通过影像学检查才发现自己出现脑萎缩了,身体却没有异常,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别看,我们的大脑占地可能不大,但是它却包含大约160一个脑细胞。 我们真正用到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一生中我们用到的脑细胞可能达不到10%的比率。 如果,老年发生发生脑萎缩后,丧失的细胞更多是未被开发的脑细胞,亦或者是丧失的细胞不是大脑的主功能区。 如果是这两种情况,那么老人即便发生脑萎缩,也可能感受不到一些异常,而更多的老人丧失的细胞是主功能区的细胞,因此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记忆以及学习功能丧失。 这也正常,年龄大的人发生记忆力衰退还是比较正常的事儿,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常大脑发生生理性萎缩的老人是不会影响到生活的。 不过老年痴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指的是老年患者发生中枢神经退行性病变,患者因为淀粉蛋白的审计从而导致大脑功能发生不可逆的退化,表现为记忆功能大幅度丧失等一系列严重影响生活的症状。 而老年痴呆也会导致脑萎缩,加速正常脑细胞的流失,这也被称之为病理性脑萎缩。 简单来说,生理性脑萎缩是正常的,并不会影响老人的生活。 老年痴呆患者几乎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患者也会伴有病理性脑萎缩。 但这是两码事,虽说老年痴呆或伴有脑萎缩,不过,一般来说,正常的生理性脑萎缩是不会发展为老年痴呆的。 当然,毕竟脑萎缩也是一种衰老的表现,因此采取适当的延缓措施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好好刷牙,加速大脑萎缩。 Nerology,多一颗病牙,相当于大脑衰老1.3年。 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牙齿脱落与牙周炎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近日来,学者发现牙部的疾病和大脑萎缩也有一定的联系。 2023年,日本的一组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牙龈疾病和大脑海马体萎缩相关。 如果是轻度牙龈疾病患者,少一颗牙齿,大脑萎缩速度就会增加,相当于大脑衰老的速度快了一年。 而如果是重度牙龈疾病的患者,少一颗牙齿就相当于大脑衰老了1.3年了。 这项研究涉及到172名,实验刚开始时没有明显的认知问题,平均年龄为67岁的中老年人。 在4年的研究期间,所有参与者都做了两次脑磁共振和口腔的健康情况收集。 几年随访下来,研究人员发现,在记忆和学习功能发挥上有着重要作用的大脑左侧海马体。 它的变化和牙齿的数量以及牙龈健康情况有一定关系。 一些患有轻度牙龈疾病的参与者,他们牙齿脱落后,左侧海马体会加速萎缩。 具体来说,少一颗牙齿,大脑萎缩的速度就约等于大脑衰老了一年。 如果患者有严重的牙龈疾病,可能情况更严重。 左侧海马体萎缩速度的增加,或许和大脑衰老了1.3年相当。 这可能是因为牙齦疾病会导致炎症和致病物质的产生,毕竟头脸部血运丰富。 这些致病因素很可能会通过血液入侵到大脑,加速脑萎缩的进度。 但是,关于口腔健康和大脑萎缩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 上述这项实验存在不小的局限性,一方面受试者较少,仅100多人的研究。 不排除结果存在偶然性。 另一方面,受试者来自一个地区,也不符合普世性标准。 然而,虽说不确定不好好刷牙会不会加速大脑萎缩。 但是为了老年人身体健康,还是建议注重口腔卫生的。 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理由。 一口好牙和一口坏牙或者梅牙相比。 进入胃肠消化道的食物,哪一个容易消化吸收呢? 肯定是前者。 总之,医生建议大家每天要刷两次牙,一次要五分钟左右。 此外,也建议我们时常去牙科诊所或者医院进行牙齿的养护,包括洗牙等。 脑萎缩是衰老的自然规律如何改命。 虽说,刷牙和脑萎缩之间的关系还有带深究。 但是,临床上有些药物确实对于延缓脑萎缩有好处。 一,胆碱脂霉抑制剂。 众所周知,乙仙胆碱是保持和传递记忆功能的关键神经地质。 因此,乙仙胆碱和乙仙胆碱脂霉的活性和含量下降。 那么,我们的记忆功能也会下滑。 老年痴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患者乙仙胆碱水平低。 胆碱脂霉又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它帮助体内的乙仙胆碱降解,使体内的乙仙胆碱含量更低。 那么,当老年人服用胆碱脂霉抑制剂之后,胆碱脂霉的作用受到限制。 能改善体内乙仙胆碱缺乏的状况,胆碱脂霉抑制剂能够很好地保持乙仙胆碱的水平和活性。 自然也能够减缓记忆功能的下滑和大脑萎缩的速度。 常见的胆碱脂霉抑制剂有卡巴拉丁和加兰他民等。 就拿卡巴拉丁来说,它还有一个优点,和心脏等其他组织相比。 对大脑中的胆碱脂霉反应更敏感。 不过,如果患者出现食欲不振,头晕,上呼吸道感染,多汗等不良反应的话, 建议患者和医生沟通之后,停药树田,再从小剂量给药。 2.N甲基D天门冬胺酸受体结抗剂 有一种活性物质叫做N甲基D天门冬胺酸受体。 它被刺激后,钙就会进入细胞内,从而造成神经毒性。 因此,N甲基D天门冬胺酸受体也被认为大脑衰老加速和老年痴呆的重要因素之一。 阻断N甲基减D减天门冬胺酸受体的药物也是我们减缓大脑萎缩的力气之一。 其中的典型药物就是美金钢案。 它能够很好的截抗N甲基D天门冬胺酸受体, 减少钙进入细胞的风险,从而避免神经毒性的发生。 在临床上,这种药物往往被用于治疗中重度阿尔茨海默型痴呆。 不过,医生在这里再强调一遍, 如果真需要服用这一药物,一定要听取主治医生指导。 用药不当,不仅可能出现头晕、头痛等不良反应, 还可能伴有抑郁倾向,千万要当心。 老年人抑郁也不是闹着玩的, 不仅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各种疾病风险增加, 还可能因为想不开而自我了结, 65岁以上自杀率高达29.3除以10万, 远高于其他老年群体。 3. 叶酸 这个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了, 叶酸是甲硫氨酸合成的必需分子, 而甲硫氨酸是我们大脑必须的一种氨基酸, 并且叶酸还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为大脑提供充足的养料。 此外,叶酸还会促进亚甲基四氢叶酸, 既能够帮助我们的基因合成, 又能降低基因突变的风险, 并且叶酸还能降低血浆内同型半光氨酸水平的程度 后者程度过高, 会加速大脑萎缩和其他痴呆症的风险提高。 所以对于老人来说, 适当补充叶酸能够延缓大脑衰老。 4. 泥墨的瓶片 泥墨的瓶片属于钙离子通道组织剂, 能够改善大脑血供。 在临床上, 医生遇到急性脑出血恢复期, 脑血管静卵, 偏头痛等情况下都可能考虑使用泥墨的瓶片。 不过, 也正是因为它能够改善大脑血液供应, 对于延缓大脑萎缩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血功丰富, 大脑能从血液循环中获取的营养物质更多, 自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衰老速度。